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希望他在这个正式场合多批评我几句 我也希望把我的历程跟大家大概交代一下 然后听阿冲老师多讲一讲 然后你们也多提提问 把我们今天的party弄得热闹一点 那么1988年我大学毕业 好多在座的孩子们还没出生 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 画了一圈我身边的朋友 所以大家我的画有的也熟悉 就不用太怎么看了 就大概过一下就完了 90年啊什么呢 这93年到美国那一年 画了一张很苦闷的自画像 你到那里发现这个你坚持的绘画 在那已经土壤不多了 美国的艺术土壤是以极简主义啊 抽象为为它的基本的艺术土壤 我们这种有形象的绘画到那好多沟通起来不太容易 在画完大概前两年画了好多朋友 后来其实因为艺术或者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了 不像那个时候艺术跟金钱毫无关系 大概90年代中以后商业社会迅猛发展 于是一不小心自己喜欢画的这种画都变成商品了 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再画自己的朋友了 你也从这画里能看到画了很多社会性的主题 和大街小巷碰到的陌生人 那么03年 这时候我去台湾 受台湾东海大学邀请去那讲学 三个月 那时阿诚也在台北 他还去看我 然后在那共度了几天挺美好的 在那讲课就有一个问题 他们的美术教育跟欧美今天的美术教育是一样的 他们老师也大概都从欧美留学回去的 所以以观念艺术为主 以和同学探讨为主的课程 制作比较重视艺术的制作性 这种手绘的绘画性的东西 在他们课程里头就很难设计 但我做一个这种绘画性的画家 我如何叫他们接触少的人去理解绘画 那我觉得还是一个实践活动 最能够感染人 靠说是不行的 你再靠叫他们从几何形体开始画起 谁也赔不起这个时间 所以我就把他们学生叫到我的临时工作室 我画他们 他们在边上看着 所以就画了第一批这种所谓 没什么背景的写生的东西 被逼出来的一个路 在这个过程里以前画画都是一个人面对画布 那这时候有人围观的时候对我其实是一个考验 就是挺不要脸的一件事 画得好或者不好 艺术家总有一个过程 就是有的时候画得特顺手 有的时候画得很别扭 画别扭的时候身边有一个人会很痛苦的 很焦躁的 因为在那个阶段你痛苦的时候学生也不知道你内心的痛苦 他还站在边上看你画 我就很艰难的度过那个画画的时光 但我觉得经过那个锻炼也有好处 就是把画家那个脆弱的东西自己给拿下来了 把画家自认为特别完整的东西自己打碎了 就是这过程无论好坏 你总得坚持下来 那么多人看你画画 所以画画对于我来讲 一下变成就在实践中 在这种生活的挤压的实践中 变得结果不是很重要 那过程你给它过去就好了 所以到04年的时候 我也是受蔡国强的邀请 参加这个金门碉堡展 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因为在此之前 所有的绘画都是在登关很好的美术馆画廊 雪白的墙上展出 突然要把你的绘画挪到碉堡里去展 如何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也为那个选择了 我现在在碉堡里的画军人吧 比较自然一点 就在大陆两边各画了一组军人 他们在训练场打枪开炮的 那种噪音情况下 你在从事一个很愚蠢的一个画画活动 就觉得很荒唐 然后那时也萌发着一种 如果身边再有一个第三只眼 把它记录下来会很有意思 你看他们抬着连掌 这种东西特别有趣 比看到一张绘画 它的信息更有趣一些 但那时候还没想到要 请一些纪录片来记录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萌生 要把每一天的生活 用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多拍点照片 然后又去台湾 去台湾那边画 先看他们的博物馆 你看在这种碉堡里 怎么展出绘画 所以把绘画那个交情 通过这种活动能去掉一些 当地的一个女民兵 花以后把两方面的军人摆在一起 请他们各自在画面上 写上他们的名字 工作 现在正从事什么工作 年龄和从哪里来 唯一的一个连长配一个美女 其他就都是战人 大兵 那么05年 经过前两年这种铺垫吧 05年我觉得就成熟一点 就真的去三峡现场去画 这时候找到了第三只眼 请贾战哥去拍一下 这个整个作画现场 仅仅是其中一部分了 他从中还可以发掘很多 延伸到很多社会角落里去 因为画面大 有的时候就要在铺地上画 有的时候就立起来画 整个运输过程我觉得都是奇妙无比的 拿着画走在大街上 最后在一个垃圾堆边上等着运输 形成一张画以后 它跟我过去对绘画的认识有点区别 也就是说每一张都比较大 画每一张时候天气有变化 有的时候是晴天 有的时候是阴天 我就不管了 晴天就画成晴天 阴天就画成阴天了 画上边的时候 中午画到脚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一个时间 时间性在一个绘画里头 有所展现吧 画完男的就自然想画女的 就像吃完肉就想吃青菜一样 马上想到去泰国画一群女孩 然后我把在三峡画的画的照片 在那个空间展出 这是和阿诚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 多米诺 2066年吧 其实那时候中国当代艺术作品 大家也都知道是土匪猛进 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时候 广大人民的知道 其实完全跟价格有关 那么几代人 赴汤蹈火的 前府后继的做当代艺术 一个价格 一夜之间全给推翻了 就等于价格上 大家才知道 这个怎么回事 乱了套 所以这时候再办展览 就变得有点要抢钱的意思了 所以但是展览 艺术家们 你隔几年主要露个脸 展览还是要办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画在墙上 展览就给它铲掉了 我不想变成抢钱队伍里的勇士 这些图片都阿诚拍了 涂掉以后我也后悔了 毕竟当时有人出很高的价格要买 开玩笑 2007年我又好多事情都一步改一步 有的时候就是也没有事前太预想 去日本画的画 我内心有一种恐慌 就是说做一个画家 离开你的人文环境 离开你的土壤 你的生长的地方 你还能不能从事这份工作 因为我在美国待过一年 在西班牙待过一年 那时我不停地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文化背景不同 你的教育背景也不同 其实很多沟通是比较困难 如果哪一天真的把你摔在那个地方 你还能不能写你的小说 你能不能画你的画 都是一个 我觉得是我很真实的内心的恐慌 于是到国外去画画 也变成我一个战胜自己恐慌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到国外画画 你如果拍点照片回来画 就好像变得毫无意义 可是如果我现场面对他们画的时候 我一下就消除了这种所谓的恐慌 面对一个景观 面对一个人的时候 无论他是哪的人或者哪的景观 你只要面对他一笔笔把它画出来 他自自然把这些东西消解了 所以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因为那个温泉 日本的温泉入口都很小 里头虽然大 所以一般搬不进去绘画去画 我就拍点照片 画点小画 从日本回来马上要去青海 西藏 在暴风雨中 这有点意思 你看 每天的上午都晴空万里 一到下午就是这样 像一幕铁幕一样 就那种狂风打坐 这个绘画和现实之间的这种戏剧性的场面 有的记录我觉得很有趣 袁打算我说 请两个藏族青年牵着马站在山上 下边是那种盘然的青藏铁路 跟山上 甭说山上 就这个隔壁滩上的风都太大了 很难进行的 有一点与天斗与地斗的感觉 回来这条手板给他卖了 变成了运费 然后直接再奔赴到玉树 先拜佛活佛 祝福我 祝壮的我特疼 然后天天等着天杖的事情 终于等来了 不好意思问人家什么时候死人 也不像说什么时候结婚 好意思问 什么时候死人 不好意思问 就在那等着 这是活佛的弟弟 看到天上的秃旧 就知道要来了 捆绑得像个婴儿一样动作 逝者的亲人拿一个杆子 基本上维持这个突舊的次序 因为在那现场 如果画的话 我选择那个角度 立起那么大块画布 我觉得对逝者 灵魂升天不太好 那升天是靠一个 往上走这条路 我在这时刻一画 挡住人家的路 所以我就觉得 别那么较劲了 拍点照片 回到山下的小旅馆 去画一样的 所以这张 是在一个小破旅馆里画的 有的是画点小的那种 找找色彩 何佛没来之后 何佛弟弟来了 他说你画的挺好的 然后我就赶快拿走 天章 远处在兴建飞机场 目前玉树地震 飞机场已经启动了 天章台也被飞机场给铲平 这个动物应该争不过人 这后来年底又去台湾画了一张冰狼 冰狼西丝 08年 那么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去罗马 办展览 我说运费挺贵的 咱直接到那画去了 所以就到那真的去画 也是大概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去罗马 画 跟最后晚餐有一点关系 可是我是完全世俗画的 没有那么多宗教意义的 就是一帮人在那吃 他们天天吃很高兴 他们边吃我边画 八十岁的老头很可爱 然后又去了美国 所以这08年去了很多国外画画 画一帮美国的中学生 最开始的时候我说 画有关校园暴力的 他们都一字反对 都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事 你算老几啊 你算干嘛的来画我们的事 我说人家反问的也对 后来我说那就这样 我说我画你们 然后请你们在上面写上 关于暴力的意见 也就是说你们不是暴力的施语者 也施行者或者是受害者 你们是暴力的阐释者 这一说他就明白 他们就特别愿意配合了 是个很坚定的一个白人之上主义者 他说我们的暴力的源泉 就是因为各种族人都在一个学校里上学 如果把我们都把他们都给分开 我们就不会有暴力 很逗的小孩 他很敢于阐述自己的意见 古语就在这个节气里头画了一张猪 因为过去放在放片子大家也看到 我画过一张猪 那是对着照片画的 多少年以后我想对着一个真猪 去画一张看看有什么区别 因为有一个问题也一直在困扰着我 就是说绘画和照相之间的区别 从理论上我真说不清楚 他们俩有什么区别 人家都说都有照片了 你画画有什么意义 老会接到这样的问题 于是我想用一种劳动去证明我画画是不是还有一点意义 然后那两张画我觉得都是两只猪 一个是对着照片画的 一个是对着真猪进行写生画的 我也寻找不出答案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倔劲 我可能还是喜欢吧 从理论上很多被推倒的东西 对于一个从事他的劳动者来说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理论上也讲很多东西已经走入绝境 比如说绘画已死 我们你还画画干嘛 但对于这种问题 我老觉得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不是一个劳动者的一个问题 就有一点像 大家都在减肥 你还种什么粮食 这个问题是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回答 我就用我的行动 面对面去绘画的行动 去回答一些问题 到夏天的时候又遮回罗马 又遮回纳普里 又遮回意大利 画了一堆垃圾 到那儿画画也好想起 想出很多办法 画大 没地方放 那么就租了一个卡车 画完画就放卡车 然后付那个停车位就行了 这样比租一房子便宜 因为卡车是朋友的 然后平时卡车也能堵住这个入口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个垃圾跟 跟这个黑社会 他们近关系比较多一点 他们也经常过来来 骑个摩托什么来看一看 那边有两个车一挡 有两个意大利朋友 在那儿跟人聊了天 就过去了 还算顺利 但是后来 这个女车展人说很危险 因为每天都有黑手党的人来 看你们在干嘛 因为就像我们很多单位 也是怕你曝光 或者可能这样 能走过来不容易 秋天 去甘肃 阎关镇 画那个马 这是交易马的一个场所 从秦朝就开始了 后来他们玩的屎鸽子 都变成我的画里的一部分了 我去哪儿画都大概 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想画什么 可是到那儿怎么画 怎么开始 怎么结束 很多都当时 当地会给我一些改变 如果他们不玩 那个死鸽子 我也想不起来 这孩子骑马 拿一个杆子 甩一个死鸽子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 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画马的时候很可爱 马比人老实 他好像知道你这画的 一动不动 真的能坚持一个小时 不动 他有时候 馋了 他低头啃一口吵 你咳睡一下 他又站直了 最后画了一个厕所 这是个纯粹男性社会 厕所两个门 写的都是男 那调射板上 我就把这个院 长院画出来了 因为在青海 是尝到那个甜头了 调射板也能卖钱 然后调射板卖完钱 还能变成路费 后来真把它拿回来了 又舍不得卖了 也是画留不住的 因为你有好多 很多展览 很多时候就出手了 可是这些 随之产生的一些副产品 自己能留下来 调射板 他也没 不值个什么钱 自己就留下来 一夜之间 把工作室就拆掉 在户外 盖一个工作室 很好玩的 09年也是应 那个古巴双天展的邀请 我说古巴 咱们兄弟国家 别花那么多路费 我也是按 我也说 咱们去你那儿直接画去 十年前 我去过古巴 所以十年后去 也没什么变化 对那还相对熟悉 好多都露遇了 好多生活中偶遇都会形成你的素材 你到那第一天 我这个女孩真好看 就拍点照片 后来还真画她了 而且画了她的裸体 你看女排是 人家是怎么成长 拿篮球当排球练 后来我也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人这么感兴趣 后来看这照片 我才理解一点 就是说 我还有这个心情 就是贫穷过的人 对买衣服 永远要买大一号了 老姐这怕小了 因为老姐自己还要长 买鞋也要大一号 我现在鞋都是大两号 贫穷怪了 老姐这一小了 穿不下好可惜 你看她的衣服 都是两笔人穿的衣服 她才一米六几 十六岁小女孩 孩子已经四岁了 经常会这样 古巴是一个 有一点意思 一个家庭基本 是姥姥 妈妈和孩子 基本家庭里没男的 男的一发现 自己的老婆怀孕了 就跑了 所以她自己和她妈妈 把这孩子就生下来了 所以她每天就到大街 找人给她妈妈介绍对象 什么的 男的都是那样的 大部分男的 很多是那样的 特逗的 他们在意识形态很严 但生活上 还是有热带人那种自由 豪爽 都帅小孩 像罗马青年一样 玩那种棒球 这街上 那种家庭生活 很像黄色藏所 五一劳动节 满大街 满大街唱歌 我画这个家 只有这一个床 好像是她妈妈和小女儿睡的 她爸爸就睡在地上 白天的时候 她爸有时候会躺在床上休息 这家的孩子 喜欢音乐 唱歌 唱得特别好玩的 生活很苦 但她把乐队起的名字很美 叫哈瓦那王子 在他们家客厅 我画了这几个小伙子 画差不多才发现 原来她的爷爷是纯粹的中国人 广东那边很黑 然后娶着一个纯粹的 古巴的黑黑的黑人 所以生出孩子都特黑 但是有点中国人的长相 的骨骨 你看后边站着她爸爸 像长得一对像侯孝贤 小女儿画的是哭了 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 她想跟同学去party 她妈不让去 然后给她买可乐 她就好了 他们家的唯一的三个锅 在他们家画了有一个月 我从来没看见他们家 一家人围着吃锅饭 就是谁饿了都在锅底下 掏点东西吃 大的锅里头有点米饭 嘎巴 然后小锅里头可能整点肉沫 或者什么东西 有点什么油 炸点薯条 或者煎个小小东西 不知道吃什么 我们经常给做点红粹肉 给他们剩去 中国的高压锅 有一瓶中国的酒 等于在他们家厨房画了他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 在商店展上他们家人都来了 盛装出席 他们对自己国家人要求挺严的 如果没人带的话 不让他们进的 他们的国家电视台正在播放我的简介什么的 我的纪录片 你看那女孩 第一天我见到买面包的女孩 她就同意我画她的裸体 等于在他家唯一的床上画了一个女人体 他爸爸就老在边上打扫卫生 好玩 很健康 他拿起我的相机就老给我拍照 他的孩子也四岁了 体型还是非常的漂亮 他们有的家庭把唯一的装饰品就是一个箱子 说明他旅游过 一看温州产子 然后把那箱子画在他们家墙上 我又在箱子上画几点花 画完这裸体 这女孩就非得跟我要这个箱子 我这哪有这箱子 她带着她妈妈也去过那现场 她家就是 她自己带着孩子 她家唯一的男的是她哥哥 然后她妈妈 她和她的孩子 今年的四月份吧 我去了北川 地震两年以后 我去了那地方画 画了七个小女孩 画了女孩 又画了一群男孩 在太湖 跑上海 画一个项目 画几个女孩 观五图 画完以后一个上海特时髦女孩 一进去看 说你这里没有一个上海女孩 我说你怎么看出来 她说全是东北丫头 上海人对他们那个 对他们是不是上海人很敏感的 我说我找不起你们 你们她妈的要钱太黑 这就现在展出了 那为这个项目 我准备了 在那画了三四个月 我很喜欢这张画 就是那股班 我觉得这是没心没肺的时代 在找自己的心 是找不到的 S光里哪有心呢 全是弯弯的骨头 冒着小雨画的 雨停赶快画 很有趣的 还有在这里画 很累 因为好多地方都喜欢蓝玻璃 我觉得特别奇怪 在蓝玻璃的屋里显得很黑 好好特难受 这个大家都熟了 要看着 看着展览了 大家都知道 这游泳池很很华丽的 很华丽的没落感 里边长的都是芦苇 别人都种菜了 在卡尔克里画画 是个特殊的体验 因为光线很迷离 然后画画很嘈杂 谁也不愿意看你画画 人都愿意唱歌 在那里画画很充满激情 他们一唱悠扬的 我这笔出的慢 一唱快的我就 在那耍 画警察 这是我的武术老师 过去没有恐怖主义 这个词的时候 这个枪是可以 随便放桌子上 大家玩一玩都可以 有这次以后 我就发现 911以后 对我们每个生活细节 改变很大 就是说 他已经假设 所有人都是一个 假设 所有人都是犯人一样 就包括这个 我特别想画他 把他的枪 放在茶几上 一边喝水 一边聊天 可是这个时候 突然就那个 所长就冲过来 不行 枪不能这样 枪不能立身 必须 因为你带枪 就得 身上穿得特整齐 就意思不够 在911之前 好像不这样 挺随意的 那时候我们拿他枪管 当然枪里没有纸弹 把纸弹卸下来放边 我们就学猎路人什么的 空枪这么打 其实也很恐怖 很恐怖 就在这坟场 水 水脚一碰就碰出一个头骨 我差点想洗干净 带回北京 后来我妈说 那不行 他会永远跟着你 给我吓唬我 想年轻人喝酒 他好 一瓶插在嘴里 就得喝满 喝完 不许拿出来 这人喝酒 不许抬头 更有小糟 最后出事了 乐极生悲 这有大概我的过程 给大家介绍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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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